我们的新闻头条新闻来看看 哇这个这个 有够恐怖有没有看到 这鬼切啊 然后整个呢 车子为了闪鬼切 整个重道翻 就是在北宜公路 传出了超车的事故 当时这位重机的骑士 他是开到这个骑到山路 要过完的时候 过完因为有些视线的死角 结果因为左后方的轿车 跨越了双黄线 而且硬是要给他超车 导致骑士闪啊多啊 但还是来不及了 整个直接惨了 撞上路边的护栏 整个摔车扑该 现在恐怖的记录器的这个 整个视角也曝光 先带您来直击 七机车北一跑山一路 飙速公安时 直接白车硬切响 朝车下一秒 中机往右一闪 中心不稳左腰右晃 自撞护栏惨衰 其实视角更惊悚 白车嫌重机车速太慢 打了方向灯 就直接往左后方朝车 车身距离骑士车头只剩几公分 为了紧急向外闪避 骑士失控撞上前方护栏 当场摔车所信人没有大碍 但影片一处网友直呼 驾驶鬼切害状 靠这么近容易有视觉盲区 但也有人认为 轿车超车有打方向灯 中机也加速 互不相让才会酿活 一切过去的就遇到双黄线 他就急着切回来 摩托车他速度也是蛮快的 所以他也闪步不紧就转了 交车驾驶 发现地面是单黄虚线 立刻逆向超车 切到对象后 没想到标线转变为双黄线 又打方向灯 想切回原车道 一旁骑士闪避不及 后果也只能自负 结账又词上被自财富的 我们的紫婷聊天室 好多人在说爱心 看起来都报名 我们的同学会 超级同学会了 Blackjack还有很多的 Cabin Wu Lovely 大家都说爱心 希望大家都能来玩播 接下来我们社会焦点 继续来直击了 新北五谷的警方之前 巡逻时发现 有怪怪的骑士 而且他老兄一看到有警察 二话不说 吹下去油门 加速逃跑 落跑 还一路 这样子闯闯闯 违规这样闯红灯 一路闯过去 原来搞了半天 他喝酒喝盲上路 而且还是个累犯 这一回被逮了被抓了 加上交通的违规 被开除了几张罚单 11张的罚单 算一算罚金超过12万元 快速道路口上 男子机车倒地 自己狼狈躺在马路上 职人警力道场 将他团团包围压制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现在违反公公 我眼中了 酒侧值高达0.96 原来又是酒驾惹的货 当场被远警上铐带回 就在这个月14号 新北无辜警方 在成泰路执行巡逻请务时 这名46岁料姓男子 一看到远警 油门一催加速逃逸 他一路钻进车缝 急转弯飙进巷子内 违规闯红灯 狂飙一公里 差点骑上64快速道路 就是想甩掉远警 最后被警网包夹 狼狈落网 一查才发现 他不但酒驾还是累犯 看到警察心虚落跑 还一路违规逆向 加上闯红灯 被开出11张罚单 最高可处 12万6千9百元罚还 警方当场将其逮捕 以违反刑法 公共危险罪嫌 以送新北利检侦办 落网的料姓男子 当天在嫁喝了半瓶高粱 肚子饿 骑车出门买水煎包 回家路上被逮个正着 不仅被抓到酒驾累犯 这下加上交通违规罚还 这颗水煎包的代价 可真不小 记者凌晨范雅乔新北报道 这个也太奇怪了吧 来看看这个怪怪屋 在桃园很有名 桃园人不知道 你应该都知道 桃园人是一个著名的地标 龙潭怪怪屋 有多怪怪呢 真的很怪怪 盖了33年 一直盖 盖了33年都还没盖完 而且它的风格超级混搭 这个前面就像是霍尔的移动城堡 有欧峰也有中峰 全部都混在一起了 附近的居民就说 屋主从年轻就一直盖这栋房子 一直盖一直盖一直盖 已经砸上一元 有眼尖网友还发现 这个怪怪屋顶端又往上涨了 多了一个小金塔 直呼怪怪屋又长高了 车摔马楼的路口 可以看到有栋建筑物 明显比周遭房子还高 而且挂马各种布条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 靠近一看建筑物的螺旋式楼梯 不仅包围着一棵老树 楼梯更高处竟然没俯首 显得有些神秘诡诀 建筑员看像欧洲中世纪古堡 近看不带有中式窗框 二三楼更有西式楼台 甚至墙面起上鲜艳的颜色 多种建筑风格混搭 让整栋楼有些不协调 看起来就像霍尔的移动城堡 这栋造型奇特的建筑物 就是人称龙潭怪怪屋的夜山楼 据了解屋主33年前买地 开始盖这栋空中城堡 结果盖了三十几年都还没完工 屋主他是非常坚持 从年轻盖到现在 那老人家也老了 七八十岁了 半四十年了 虽然附近军民表示 屋主没继续替怪怪屋加工 但有眼间的网友发现 怪怪屋多了一个小尖塔 表示屋主有钱就是任性 怪怪屋也再次成为话题 记者刘志展 周梦如 桃园报道 Bob Chen说这个怪怪屋 难道要盖几千年才能完工吗 秀秀也想知道它还要盖几年 另外这个Helen W也说 这个屋子看起来也真的是 会不会变成鬼屋啊 这是Helen的想法 但是当然这个看起来 屋主还在持续地盖 另外也来看是南投仁爱的普务公路 发生非常惊险的车祸 当时这辆黑色轿车 疑似为了抢快 结果就跨越了升皇线 而且还逆向去给人家来超车 这一逆向惨了 直接撞上autobi的骑士 骑士正面 突然一个轿车 从它前面这样过来 整个被轿车给当场击落 完全来不及闪 骑士刚过弯 前方出现一辆黑色轿车 逆向行驶 骑士闪避不及正面 对撞重摔在地 惊险一瞬间 黑色轿车 它跨越双皇线逆向超车 骑士惨衰 机车打滑 人车分离 机车原地转了一圈才停下 而骑士已经躺在地上 救护车到场 骑士人已经爬起 它站在一旁等候 手脚有擦错伤 救护人员也协助它爆炸 南投仁爱普务公路68.8公里 地面满是摩擦痕迹 现场是双皇线本 不能超车 但黑色轿车 违规逆向才会撞到 对象的机车骑士 六百块 那个骑士有受伤 他没有送医 他季节送医 正面被轿车击落 骑士一定吓坏 幸好人没大碍 但车子因为在地面上摩擦 伤痕累累 后续修复 会向逆向超车的轿车驾驶 来索赔 在东西亚里面 在景城南投采访报道 要提醒大家开车真的要小心 你看看有够恐怖 这是在国道三号南向五七公里地方 大溪路段 上午发生九辆车连环撞的非常严重车祸 国道一度的塞到了子爆回堵了两公里 而目前初步调查是一辆内测车道的车子 他因为没有注意到 这个车前动态撞到同个车道的另外一辆车 结果就推挤一路推过去 造成九辆车连环撞 驾驶高速开在内线车道 突然一个急煞后面的黑白车 也都放慢速度没想到 后面的货车没刹车用力撞上 瞬间没了画面 惊悚瞬间再看一次 货车闲时装到白车 随后如同骨牌效应般 一辆接着一辆惨遭冲撞 就连中线车道的汽车也都惨遭波及 这一状造成了酒车严状连环车祸 21号早上8点29分 国道3号南向57公里处大溪路段 发生内线两道五车 外线道四车的追撞事故 酒车连环状也造成了国道止暴 回堵将近两公里 至于详细肇事责任 还有在警方调查厘清 尽管没有酒驾 但酒辆车全都被撞得洗拔烂 修理费恐怕不便宜 记者刘志愿王云霆 桃渊采访报道 我们要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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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